政令宣导的民意去韩所讨礼品 民进党立委实在看不下去了 而当事人之一的国民党立委卢秀燕则说 他愿意从善如流取消摩采活动 日前才为了国营事业领了高额年终奖金 立委不分蓝绿的交相指责 他们不顾社会观感 但才相隔一个多月 就有立委去韩国营事业 希望他们能提供摩采品 不管是政令宣导 中央地方联谊 甚至自己服务处办尾牙 各种明目都有 他到底有没有政令宣导 他们都会讲一点 五个字也叫做政令宣导 比如说他讲现在国民年金上路 这个劳保年金上路 他就把这个讲完了以后 就大家吃喝玩乐 这也叫政令宣导 你要的对象又是 跟你的这个业务上 因为你权限有关的 这个业务的机构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不乐之娟 我们从善如流 所以我们就说 今年我还是会请我们的同仁 跟眷属们吃味牙 但是呢就是摸采的部分 我毕竟决定取消了这样子 立委他出国了 这个事情可能要请他回来 才有办法做回应 立委坦诚 向国营事业要经费补助 司空见惯 有时是地方上的社区发展协会 等民间团体 有时也会是弱势团体 只是为民喉舌之外的选民服务 这分寸很难拿捏 流量团体或是弱势团体 或是来争取金费 我觉得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不应该说是伪投迷代表 那就不应该 那他有时他自己去跟政府打交道 他有时候求助无门 学校或是公营的事业 你一封信去 你大概都不得不做一些事情 其实小小的一千块 他也要 也一定要照办 省得麻烦 因为你预算跟政策 都涨在他们手里头 是人之常行 还是利益冲突 话可以说成是 替民间团体申请补助 却也难免被批评成 拿政府的钱为自己绑装 这些法律上的灰色地带 最终还是回归到 躺在立法院 无人过问的游税法 民事新闻